歡迎再回到2024台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張以綺 在我身旁的是浩瑋,浩瑋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籤球選手馬瑋 浩瑋其實在這個賽季 應該幾乎都待在中國遺地訓練 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而且還有在中國那邊出賽 而且在中國出賽其實也直出了 非常接近自己最佳的成績 應該差10公分而已 對,差10公分 可以談一下中國遺地訓練 帶給你哪些幫助 然後帶吸收到哪些東西 一方面是在中國 因為在那邊教練發現 我的重量訓練在台灣其實做已經很重 其實不缺力量 他反而是針對我的柔軟度 跟我的一些小肌力 就是所謂的動力轉換的訓練 來做針對訓練 所以在日後的頭子上面會比較好 去把你這些重量 做得重的這些力量 轉換到我的頭子訓練上 所以在其實中國 應該是2月份就過去了 對,2月份 其實我們知道浩瑋其實在 比賽前一天 在5月30號才回到台灣來 對,昨天才剛回來 對,所以其實非常的辛苦 回來之後馬上要來備戰 台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那希望說在中國那邊學到 有哪些地方可以在這場比賽再來做一個驗證 在中國訓練的時候 教練就說 我的 我現在缺的東西就只是在 把這些那個 我原來的重量訓練的東西 再轉換到技術上的東西 如果我只要把它發揮好 表現好 然後就不用太 不用太刻意說要丟遠還是怎麼樣 把動作做出來 當然它自然距離就會出來 呈現給你看是什麼樣的距離 那在中國待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其實有在訓練上面的整個 模式上面跟台灣有什麼差異 自己有感受到 例如說無論是可以學習的地方 或是哪些衝突必須要適應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目前是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衝突 但是訓練的模式的話是 跟以往的訓練差蠻多 因為以往是用很多的重量 很多的大力量來塞自己 然後感覺讓自己好像很有力很粗 但是在那邊沒有 你在那邊就是做筋啊 你一天可能就一個大重量 然後後面再配個幾個小的肌肉轉換 其實算是蠻輕鬆 因為他要把你的重點放在隔天的頭子 而不是你的力量表現 對 就這樣 所以其實浩偉透過這一次中國的移地訓練 其實當然也是有一些人文風情 這種水浮上面必須要克服 因為畢竟吃的也不一樣 然後可能坐席上面還是會有一些環境必須要來適應 其實我們看浩偉精壯了不少 對 所以在中國的這段期間 其實應該是看得出來練得相當不錯 對 就是教練跟我說 你很痛苦嗎 你很痛苦你就克服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意思 其實千秋這個單上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項目 那也希望這一次在台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浩偉能夠把這一次在中國移地訓練 所有學習的動力的轉換能夠呈現在這一次的成績上面 也歡迎大家透過艾達轉播 一才幫浩偉加油 OK Thank you